年轻漂亮的英国姑娘克莱尔小姐 被指控先后毒杀了两名女性死者 其中一人是克莱尔的姑妈莱怡 另一人则是克莱尔的情敌玛丽 由于人证物证俱全 法官最终判处克莱尔双重谋杀罪名成立 五日之后将对其执行绞刑 可是坐在旁听席上的大侦探波罗 看着被告人克莱尔向自己投来求助的眼神 不免觉得这起案件大有蹊跷 关于这起案件还得从两周前说起 当时克莱尔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写信人在信中警告克莱尔 说是有一个跟克莱尔姑妈莱怡无亲无故的人 正在巴结莱怡 而莱怡的病情随时都有可能恶化 倘若克莱尔不及时对这个别有用心之人加以防范 对方很可能会夺走莱怡的所有遗产 信上没有署名 克莱尔也从未见过写信人的自己 对于这封来路不明的匿名信 克莱尔的第一反应是有人在搞恶作剧 不过最近一段时间 他一直忙于操办和未婚夫罗迪的订婚事宜 已经很久没有探望 因中风瘫痪在床的姑妈莱怡 因而在收到匿名信后 克莱尔决定和罗迪一起 前往莱怡居住的H庄园待上几天 克莱尔的姑妈莱怡是一位彩丽雄厚的诞生富婆 由于年轻时经历过一段无疾而终的感情 莱怡从此对爱情和婚姻极度失望 一辈子都没结婚生子 侄女克莱尔是他唯一的亲人 也是他唯一的遗产继承人 克莱尔的未婚夫罗迪 则是莱怡的一位老友的儿子 从小就跟克莱尔相识 两人小时候经常借宿在莱怡的H庄园内 抵达庄园后 克莱尔和罗迪见到了他们多年未见的儿时玩伴玛丽 莱尔是H庄园已故园丁的女儿 刚从德国留学回来 或许是莱尔从小就冰雪聪明的缘故 莱尔一直将其视为己出 几年前还出资送她前往德国深造 如今的莱尔出落得愈发美丽大方 罗迪在见到她后 目光就不自觉地粘在了她的身上 这让克莱尔的心里稍微有些不舒服 只是她现在更加担心姑妈的身体状况 也就没有心情理会这件小事 好在莱尔的状态还算不错 但需要好好休息 克莱尔在跟她寒暄了几句后 就离开了她的卧室 最后克莱尔将自己收到的匿名信 拿给正在庄园照顾莱尔的温医生查看 温医生是莱尔的家庭医生 也是克莱尔相识多年的好友 克莱尔想让她帮忙分析一下 写信人的身份和目的 温医生在看完信后 隐约觉得写信人似乎是想要维护克莱尔的利益 而信中提到的巴结莱尔的别有用心之人 应该是指玛丽 因为莱尔自从瘫痪在床后 能够接触到的人并不多 除了温医生和两名护士 以及庄园里的几名仆人外 其实只有玛丽一人 玛丽最近对莱尔的照顾确实殷勤备至 不过温医生看不出来 对方这么做的原因是出于感恩还是另有所图 为了帮克莱尔解开心中的疑惑 温医生决定去找自己的好朋友 大诊探波罗帮忙 波罗此时刚好就在H庄园所在的小镇办事 在看完克莱尔收到的匿名信后 波罗敏锐地察觉到了 信中自理行间透出的恶意 他认为 血性之人的目的 绝不是为了维护克莱尔的利益 但由于有急事需要返回伦敦处理 波罗只得嘱咐温医生 仔细留意H庄园内的情况 纳致 波罗离开小镇没几天 莱尔的病情就突然恶化 很快发展到说话都十分费劲的地步 他挣扎着 告诉守在床边的克莱尔和罗迪 自己想要马上见到律师 克莱尔询问姑妈 是不是打算修改遗嘱 莱尔艰难地点了点头 并含糊地念叨着玛丽的名字 克莱尔猜测 姑妈应该是想给玛丽留一部分遗产 于是赶忙打电话 联系了莱尔的私人律师 不巧 律师正在外地办事 最快也要两天后才能回来 克莱尔指得让对方回来后 立即赶往庄园见面 就在莱尔病重的当天 负责看护莱尔的两名护士的医药箱里 丢失了一小瓶马飞 当时年长一点的金护士 在发现马飞不见后 曾向年轻一点的胖护士 询问有没有见到过丢失的药品 胖护士认为 可能是自己在清理医药箱时 不小心将马飞 夹在废弃的药品说明书中 一起当作垃圾扔掉了 两人也就没将此事放在心上 当天晚上 克莱尔因为担心姑妈的病情 怎么也睡不着觉 他本来想起床看看姑妈的情况 可是 在路过会客室的时候 隐约听到里面传来留声机播放的音乐声 克莱尔好奇是谁大晚上不睡觉 还在里面听音乐 于是就透过门缝朝里面看了一眼 结果看到 自己的未婚夫罗迪正在亲吻玛丽 克莱尔顿时度火中烧 但他还没来得及发作 又听到背后传来女仆的呼喊声 女仆告诉他 来仪的情况不太好 让他赶紧过去看看 听到这话 克莱尔再也无心理会罗迪和玛丽 而是匆忙跟着女仆来到了姑妈的房间 没过多久 莱尔就因病情恶化 与世长辞 远在伦敦的波罗 很快从报纸上看到了莱尔的复告 出于侦探的直觉 波罗怀疑 莱尔的死另有蹊跷 于是 他放下手头上的事 赶到H庄园参加了葬礼 葬礼结束后 波罗私下找到温医生 向他询问莱尔的死有无异常 尽管温医生声称莱尔是病故无疑 可波罗还是觉得不大对劲 与此同时 莱尔的律师也赶到了庄园 从律师口中 克莱尔和罗迪得知了一个 让他们颇为惊讶的消息 原来 莱尔对自己的病情比较乐观 没想过自己会这么快病逝 所以 他还没来得及立下遗嘱 按照法律规定 克莱尔将继承他的所有遗产 其中就包括 他姑妈生前居住的这座H庄园 克莱尔并没有因为 继承姑妈的巨额遗产而高兴 他还在为罗迪的背叛而伤心 这两天为了筹办葬礼 克莱尔一直没有和罗迪摊牌 如今 姑妈已经入土为安 他终于可以跟对方把话说清楚 送走律师后 克莱尔直接质问罗迪和玛丽是怎么回事 罗迪承认 自己不可自控地爱上了漂亮的玛丽 尽管他知道这样对不起克莱尔 但他无法克制心中的激动 克莱尔对此伤心不已 他摘下手上的订婚戒指 取消了与罗迪的婚约 并将之赶出了庄园 打发走罗迪 克莱尔心情郁闷地走在庄园附近的林子里散心 这时 波罗找了过来 他还是对匿名性的事耿耿于怀 想再看看那封信 但克莱尔却没有心情谈论此事 更何况 那封信早就被罗迪丢进壁炉烧掉了 对方当时给出的解释是 怀疑有人在恶意挑拨克莱尔和玛丽之间的关系 如果克莱尔一直在意这封信 就是中了别人的圈套 还不如烧了省事 现在想来 罗迪这么做 主要还是为了维护玛丽 克莱尔越想越生气 他将信件被烧 自己取消婚约的事 悉数告诉了波罗 波罗只好安慰他说 像罗迪这样的男人并不值得托付终身 克莱尔能早点看清对方的渣男本质 也许并非坏事 可情绪上头的克莱尔 根本听不进波罗的劝告 他激动地嚷嚷 这一切都怪玛丽 如果不是玛丽 罗迪也不会变心 克莱尔越说越激动 最后进口不择言地宣称 自己要杀了玛丽 说完 克莱尔就丢下波罗 独自跑回了庄园 望着克莱尔愤然离去的背影 波罗越发感到担忧 唯恐这姑娘真的做出什么傻事来 就在隔天下午 波罗在镇子上偶遇了玛丽 玛丽看上去心情很好的样子 波罗言辞隐晦地提醒他 要提防克莱尔 可玛丽却不以为然 他告诉波罗 克莱尔是一个实打实的好人 原来今天早些时候 克莱尔突然将玛丽叫到书房 给她开了一张7000英镑的支票 并表示 自己的姑妈生前很喜欢玛丽 如果对方没有促然病逝 应该会给玛丽留一份遗产 而她作为姑妈的唯一遗产继承人 理应给玛丽分一笔钱 算是完成姑妈的遗愿 如果以购买力换算 当时的一英镑 差不多相当于现在的上千人民币 7000英镑 显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巨款 难怪玛丽会如此高兴 波罗一时也有些亚然 她没想到 克莱尔对待抢走自己未婚夫的情敌 能如此大方 这样看来 对方之前说要杀死玛丽 只是气头上的胡话 波罗一直悬着的心 因此落回了胸膛 因为业务繁忙 波罗很快返回了伦敦 然而没过几天 她就从报纸上看到了 玛丽在H庄园中毒身亡的消息 于是 波罗匆忙赶回庄园 和当地警方一同展开调查 据目击者经护士回忆 案发当天 克莱尔突然给庄园里的夫人们 放了一天的假 只留下她和玛丽 帮忙收拾兰姨的遗物 中午时分 克莱尔亲自下厨 准备了三明治当午餐 因为玛丽特别喜欢 鲑鱼口味的三明治 所以 克莱尔特意在她的那份三明治上 涂抹了鲑鱼酱 而她和金护士 吃的都是涂抹鲜虾酱的三明治 就餐期间 克莱尔一直用怨恨的眼神盯着玛丽 金护士察觉到 两人之间气氛不对 便主动离开客厅 去厨房泡了一壶茶 试图缓解这尴尬的氛围 但克莱尔表示 自己不爱喝茶 只喝咖啡 于是 金护士放下手中喝到一半的茶水 去厨房给克莱尔烧水泡咖啡 只是 她还未将水烧开 就见克莱尔端着餐盘和茶具 来到厨房准备清洗 两人随口寒暄了几句 闲聊中 克莱尔突然情绪失控地哭了起来 意识到自己失态之后 克莱尔赶紧收敛了情绪 等他们一起清洗好餐具返回客厅的时候 发现玛丽躺在沙发上一动不动 已经没有了呼吸 法医的事件结果表明 玛丽是马菲中毒而死 负责案件调查的胡警官 在厨房的垃圾桶找到一张碎纸片 从上面索印的文字来看 这张碎纸片是马菲标签的一部分 金护士认出 这好像就是他们丢失的那瓶马菲上的标签 当时金护士和另一名胖护士还以为 纳平马菲是被胖护士当成垃圾不小心丢掉了 但现在想来 很可能是有人偷走了马菲 目的就是为了借死杀人 胡警官怀疑 盗走马菲给玛丽下毒之人就是克莱尔 首先 克莱尔有着明显的杀人动机 其次 他在案发当天的行为举止显得十分可疑 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玛丽毒发前 除了喝过金护士准备的茶水 就只吃过克莱尔亲手准备的鲑鱼三明治 而金护士准备的茶水 他自己也喝了 没有出现中毒症状 那么问题只能出在三明治上 胡警官甚至怀疑 莱尔的死也是克莱尔所为 因为对方死亡的时间点 恰好就在 莱尔表示要找律师立遗嘱的当晚 说不定是克莱尔担心遗产落入旁人之手 所以才对自己的姑妈痛下杀手 而他后来给玛丽开具7000英镑的支票 也只是洋装大访 混淆视听而已 为了验证自己的推理 胡警官叫人掘开莱尔的坟墓 对他进行了尸检 结果发现 他的体内果然有致死剂量的马菲成分 可他的家庭医生温医生 死前却言之早早地告诉波罗 他的死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可见温医生之前说了谎话 出于私心 波罗没有将这件事告诉胡警官 而是独自找到温医生询问情况 温医生承认自己的确说了谎话 那是因为他一直默默喜欢着克莱尔 他担心说出真相会给克莱尔惹来麻烦 因为一旦确认莱姨死于谋杀 克莱尔必然会成为警方的头号怀疑对象 但他坚信克莱尔绝对不会是杀人凶手 在温医生的心中 克莱尔敢爱敢恨 心地良善 他或许会怨恨玛丽 抢走了他的未婚夫罗迪 但绝对不会做出杀人这样的恶毒之事 更不会为了遗产 谋杀从小爱护他的姑妈 温医生哀求波罗一定要查出真凶 洗脱克莱尔的嫌疑 波罗兼温医生言辞恳切 不自作为 心中不免信了几分 而且他总觉得 那封匿名信是关键线索 或许只要查清楚那封信出自谁手 就能查明真相 然而还不等波罗展开进一步的调查 破案心切的胡警官就将克莱尔抓回警局 并以双重谋杀罪 将他送上了法庭 由于人证物证拒载 法官判处克莱尔罪名成立 五日后就要执行绞刑 白口默辩的克莱尔 泪眼婆娑地看了一眼旁听席上的波罗 像是在向他求助 庭审结束后 波罗来到监狱 探望了等待执行的克莱尔 克莱尔声称 自己没有毒杀玛丽 更没有谋害姑妈 那天 他之所以给仆人放假 只是觉得最近一段时间 姑妈病重 外加筹办葬礼 把大家折腾得异常疲惫 所以想让大家休息一天 波罗表示 自己愿意相信克莱尔 并让他仔细回忆一下 案发当天的情形 克莱尔的说法跟金护士差别不大 但他补充了一个金护士没有提及的细节 据克莱尔回忆 当天吃饭时 他看到玛丽那张漂亮而无辜的脸蛋 心中好不容易压下去的愤恨 再度涌上心头 那一刻 他的确恨不得杀了对方 为了打消这个可怕的念头 他匆匆端着餐盘和茶具 来到厨房清洗 想要借此平复一下情绪 结果发现 金护士看上去不太舒服的样子 他的胳膊还有一个细小的伤口 正在流血 于是 他便询问对方怎么回事 金护士表示 自己刚才透过窗户 看到花园里有个鬼鬼祟祟的人影一闪而过 于是好奇跑出去看了一眼 结果不仅没有看到什么可疑人士 还被园子里的玫瑰花刺扎上了手臂 听到玫瑰一词 克莱尔想起了他和罗迪小时候的往事 那个时候 两人经常因为一些无聊的琐事争吵 其中吵得最厉害的就是白玫瑰更好看 还是红玫瑰更漂亮 克莱尔喜欢热烈张扬的红玫瑰 而罗迪喜欢清丽淡雅的白玫瑰 就在分手前夕 两人还因为婚礼上 应该用哪种颜色的玫瑰花布置 而爆发了争吵 那一刻 他猛然意识到 自己根本没理由杀死玛丽 因为他和罗迪之间的问题 从来不在于玛丽 而在于两人本身就不合拍 正是因为想通这点 他才崩溃大哭 也就在那一刻 他彻底放下了对玛丽的杀意 克莱尔的这番话 让波罗若有所思 如果他所言属实 会不会是金护士 看到的那个可疑人影 给玛丽投了毒 另外 如此重要的线索 金护士在接受询问时 为何没有提及呢 带着疑惑 波罗来到金护士家中 对其展开了询问 金护士解释说 自己之所以没有提及 那个可疑人影 是因为他觉得 是自己老眼昏花 看错了 而且 他和克莱尔发现 玛丽尸体的时候 客厅通往外面的大门 和窗户都是上锁的 不大可能有人从花园 进入客厅 毒杀玛丽 所以他就没提此事 说完 金护士还向波罗 抱了一个惊天大瓜 原来 玛丽并不是 H庄园已故园丁的女儿 而是莱姨的私生女 莱姨年轻的时候 爱上了一个 已有家世的军官 并怀上了对方的孩子 这个孩子 正是如今的玛丽 那名军官在玛丽出生之前 就死在了战场上 出身显赫的莱姨 为了避免丑闻曝光 只能将自己的私生女 送给原丁 及其妻子抚养 难怪 莱姨从小就喜欢玛丽 还送她去德国留学 原来因为 玛丽是她的亲生女儿 而金护士之所以 能发现这个秘密 是因为她之前 帮忙整理 莱姨的遗物时 从对方的衣柜里 找到一张 莱姨年轻时期 抱着孩子的照片 还有一封原丁妻子 生前写给玛丽的信件 但不知为何 这封信会出现在 莱姨的衣柜里 可能是莱姨不想 让玛丽知道真相 所以才把信扣了下来 为了保护莱姨的声誉 金护士当时没有声张 而是将照片和信件 悄悄装进口袋 带回家中 金护士怀疑 克莱尔早就看到了 照片和信件 他担心 玛丽抢走莱姨的 所有遗产 所以才杀害了两人 说着 金护士还将 被他藏起来的照片和信件 拿给波罗查看 波罗看完后发现 玛丽的确是 莱姨的私生女无疑 只是 那封信的说辞 总让波罗感觉有些奇怪 上面写道 亲爱的玛丽 这些年来 我不得不向我养大的孩子 保守这个秘密 这真的很难 可究竟哪里奇怪 波罗一时也想不明白 为了寻找更多的线索 波罗又来到 另一名胖护士家中 与他聊了聊 胖护士一口咬定 凶手肯定就是克莱尔无疑 因为莱姨死亡当天 除了他和金护士 就只有克莱尔 进过莱姨的卧室 胖护士虽然不知道 玛丽就是莱姨的私生女 但他一直觉得 相比克莱尔这个侄女 莱姨明显更喜欢玛丽 所以他认为 克莱尔急于杀死自己的姑妈 就是担心对方立下遗嘱 将遗产全部留给玛丽 说到遗嘱 胖护士想起 玛丽此前也在金护士的怂恿下 立过一份遗嘱 遗嘱受益人 是玛丽远在新西兰的小姨妈 据玛丽所言 自从父母离世后 小姨妈就是她唯一的亲人 只是她从未见过对方 不过她母亲生前 经常提起这个妹妹 就连她的名字玛丽 都是根据对方的名字起的 也就说 玛丽的小姨妈也叫玛丽 胖护士无意间提起的这件事情 猛然点紧了菠萝 让她想通了一个 之前没想明白的问题 随后 她匆匆赶到H庄园 仔细查看了花园里的玫瑰 接着又找到温医生 向她借了一本药品百科全书 在查询自己想要的信息之后 菠萝终于捋清了 这起案件的来龙去脉 但她还有一些事情需要确认 于是打电话联系了金护士 让她来H庄园 还原一下案发当天的情况 金护士很快来到庄园 见到了菠萝 菠萝手中端着一个茶杯 杯子里还插着一朵鲜红的玫瑰 她告诉金护士 这朵玫瑰就是在花园里采摘的 这种玫瑰是稀有品种 根本没有花刺 可金护士此前却告诉克莱尔 自己胳膊上的伤口是花刺扎破的 她为何要在这种小事上撒谎呢 金护士闻言 脸上明显闪过一丝慌乱的神色 但她很快恢复平静 称称自己看错了 可能是固定花枝的铁丝划伤了她 说完 金护士泡了一杯茶水递给了波罗 波罗转身来到餐桌旁坐下 并问了金护士一个问题 那就是她之前是不是在新西兰生活过 金护士的脸上再次闪过一丝慌乱 但是在看到波罗将自己所泡的茶水 一饮而尽后 金护士又恢复了震惊自若 她表示自己的确在新西兰待过 波罗文言也不再卖关子 她指认金护士才是杀害莱姨和玛丽的凶手 并开始了自己的推理 据波罗所言 金护士的原名叫做玛丽 她就是玛丽素未谋面的小姨妈 金护士此前向波罗展示的 莱姨年轻时抱着孩子的照片 以及那封信件 并不是金护士在莱姨的衣柜里发现的 而是她的姐姐 也就是玛丽的养母 邮寄给她的 波罗此前之所以觉得那封信奇怪 就是因为人称不对 那封信开头写的是 亲爱的玛丽 看上去像是圆丁妻子写给玛丽的信件 但后面紧接着写道 这些年来 我不得不向我养大的孩子保守这个秘密 这句话中 圆丁妻子对玛丽的称呼 又变成了第三人称 这明显不合常理 所以 这封信开头提到的玛丽 指的其实是玛丽的小姨妈 也就是眼前的金护士 金护士从姐姐的信中 得知玛丽有个资产丰厚的亲妈 顿时起了贪念 她改名换姓 从新西兰来到H庄园 并以护士的身份 潜伏在莱姨身边 在了解到莱姨家庭情况后 金护士写下了那封匿名信 将忙着筹办婚礼的克莱尔 引到了庄园 接着 她先是利用工作之便 用马菲毒杀了莱姨 之后又在玛丽和自己所喝的茶水里 投了致死伎俩的马菲 她知道 克莱尔不爱喝茶 才特意准备的茶水 这样她就有借口 去厨房给克莱尔冲泡咖啡 然后趁着泡咖啡的间隙 给自己注射催吐剂 将喝下去的有毒茶水 全部吐出来 所以 克莱尔去厨房清洗餐具和茶杯的时候 才会看到金护士一副不大舒服的样子 因为她刚刚吐完 她胳膊上正在流血的细小伤口 自然也不是玫瑰花刺或是铁丝划伤的 而是注射催吐剂留下的针孔 胡警官曾经在厨房垃圾桶里 发现了一张碎纸片 从上面索印的文字来看 那张碎纸片像是马菲标签的一部分 但波罗此前查看了 温医生的药品百科 发现有种催吐剂就叫阿普马菲 想必那张碎纸是金护士为了嫁祸克莱尔特意留下的 他之前声称 医药箱里少了一瓶马菲 自然也是撒谎 其目的就是为了嫁祸克莱尔而买下伏笔 金护士杀死莱姨、玛丽 并将两人的死嫁祸到克莱尔身上 最终目的自然是为了侵占莱姨留下的巨额遗产 为此 他还忽悠玛丽立下遗嘱 将自己的小姨妈当作遗产继承人 可怜的玛丽至死都不知道 金护士就是他素未谋面的小姨妈 如今 莱姨、玛丽双双死于非命 而克莱尔又成了杀死两人的凶手 等克莱尔被执行绞刑之后 金护士就会跳出来证明 玛丽其实是莱姨的私生女 有权利继承莱姨的全部遗产 而她又是玛丽遗嘱上的唯一受益人 所以 她自然能顺理成章地继承莱姨的巨额家产 听完波罗缜密的推理 金护士痛快承认了自己的罪行 但她表示 波罗知道的太晚了 因为她刚才已经在波罗所喝的茶水里 偷偷下了毒 波罗很快就会毒发身亡 这次 她吓得是比马菲更厉害的毒药 没人能查出波罗是怎么死的 也没人会查到她的头上 没想到 波罗文言丝毫不慌 原来神迹妙算的波罗 早就料到金护士会顾及重施 往茶杯里下毒 所以刚才转身的瞬间 她已经将装有毒药的茶杯 和插着玫瑰花的茶杯做了调换 因而她刚才喝的只是普通的清水而已 听到这话 金护士气急败坏地从自己带来的背包里 抓起一根针管向着波罗扑了上去 结果被躲在暗处的警察抓了现行 案件至此终于真相大白 克莱尔随即被无罪释放 由于玛丽已死 罗迪意图重回克莱尔身边 结果遭到了克莱尔的断然拒绝 经此一事 克莱尔明白了温医生对自己的心意 在波罗的撮合下 她打算尝试着和温医生交往看看 本期的故事来自于 《大侦探波罗》之H庄园的一次午餐 改编自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迪笔下的同名小说 这部作品在阿加莎的作品中 知名度并不高 但案件设计得颇为精巧 凶手的身份和作案手法都很难被猜到 好啦 今天就到这里吧 喜欢悬疑推理和太阳影视剧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加关注 下期见